女艺人为了保持身材 即使怀孕也积极追求养胎不养肉 陈奕涵怀胎至今9个月 仍看不见孕度 就连贾静雯见到本人都忍不住 惊呼肚子到底藏到哪了 陈奕涵跟16个夏天的导演曲傅翔结婚后 目前虽挺着9个月身孕 仍不忘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双腿纤细如少女 预产期在2月1日 近日她和贾静雯等好友出门运动 贾静雯从身后环抱住她 双手竟然能紧紧扣住 一转侧面更是让人看傻 腹部平坦到像没怀孕 连贾静雯都傻眼 你肚子到底葬哪里 贾静雯8日在IG上传 和陈奕涵及令女性友人运动的合照 除了她以外 另外两人都是孕妈咪 三人一起聊起衣服露肚子 让她不禁直呼 跟着两位即将临盆的辣妈来运动 她们的状态好到让我佩服 另一章更是惊人 只见贾静雯从身后环抱住怀孕的陈奕涵 双手竟能紧紧交扣 而陈奕涵的侧面竟然完全看不出隆起 肚子平坦得像是没怀孕一样 四肢野兽得像竹竿 让贾静雯超傻眼 陈奕涵 你太不科学了 肚子到底葬哪里 事实上 陈奕涵曾在几天前说过 怀孕至今只胖三公斤 从宣布怀孕到现在 陈奕涵瑜伽和跑步几乎不间断 有时间还会去游泳 爬山 热爱运动的习惯 并没有因为怀孕而改变 研究指出 适当的有氧运动对孕期其实好处多多 不仅能改善怀孕初期孕土不适 更能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妊娠糖尿病 只要量力而胃就不需要过度担心 孕期只胖三公斤 难道饮食有严格控管 陈奕涵说 其实还没怀孕前 把自己吃太胖 所以数字才会没增加太多 他不结实 反而是择食来控制体重 像是他吃优质淀粉来帮助代谢脂肪 天然蔬果也多摄取 饮食并吃少量多餐 若饿了会蒸地瓜 马铃薯 山药等食物来吃 好食客的营养师Sharon表示 其实妈咪们只要掌握三原则 就能养胎不养肉 一 不用摄取过多的热量 二 控制体重增加的速度 三 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 有了以上观念 就能帮宝宝补充适当的营养 保持健康 妈妈自己的状态也会保持得很好 不少网友看到照片 完全不相信陈亦涵是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根本没什么肚子 这就是健身的效果吗 这肚子真的看不出来要生了 说好的肚子乐 没有看到肚子啊 这就是肚子乐